这个西游记,我讲的是周星驰版本的西游记 那个里头的唐三藏法师呢,玄奘法师呢 给罗家英演的没啥出息 那么一天到晚呢,就啰哩啰嗦 烦得孙悟空要死要活的 那么孙悟空呢,是法力高强,你晓得 这个大闹天宫,打骗天拼天将 一路上呢,少妖除魔,牛得厉害 可是,他这个看起来 一天到晚就只会不断地啰哩啰嗦说话 这个师父呢,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会 偏有一招,能治着孙悟空 怎么个治他呢,就是念锦窟咒 一念锦窟咒,孙悟空就头疼得没办法 满地打滚,满地爬 饶了我吧,师父,下回不敢闹 下回不敢胡来了 你知道吗,有很多人还真的研究 这个故事,跟真实的玄奘 以及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的这部 般若,般若,密多,心经之间的关系 有关系吗,是这样的 先讲一下玄奘法师的故事 我这几天给大家讲心经呢 我念的这段心经的版本 它的汉译的版本 采用的就是玄奘法师所译的版本 这部经以前还有过其他好几个有名的译本 比如说旧罗摩斯法师的译本 后来也还有好几个别的译本 光是我们汉语翻译就有五十多种 全世界加起来各种译言的译本 心经有两百多种译本 真不愧是全球最有名的佛经之一 而说回玄奘法师啊 他最早据大唐词人法师 他的传记来看 当时他的最早接触心经呢 应该是他年轻的时候还在四川 在四川的时候呢 有一趟他路上看到一个又穷又病的一位法师 那个法师病得不像话很辛苦 于是呢我们玄奘法师非常慈悲 那么赶快把他接进来 带到一个庙里头 给他吃给他喝医好了病 那么这位法师呢 就要报答一下玄奘法师 就送给他一部经文 就是这个心经 至此之后呢 我们玄奘法师就把这个心经 当成是自己的一套护法心咒 传说他后来要出去西域 要去西天求法的时候 经过新疆哈密那个地方 也是又饿又累 据说有晚呢 还遇到很多的妖魔鬼怪 在四周环绕 但我们玄奘法师呢 就立马护心 实念心经 于是一切平安 这个东西呢 我将来再跟大家讲 就是很多人说心经是能驱魔的 怎么个驱呢 我接下去还会说的 先说回这个故事 于是有人就用这个故事呢 当原型 就说也许 我们在西游记里面看到的那些故事 跟这一段经历 是有些关系的 西游记里面的唐三丈 每回念的井窟咒 让孙悟空难过的要命 能够把一切都制服住的 那个井窟咒是什么呢 有人就说 那个井窟咒的原型就是心经 而为什么这段原型来自心经的井窟咒 能制孙悟空呢 你想想看孙悟空的名字吧 我们知道悟空是他的一个法号 一个法名 悟空啊 要了悟空啊 你要悟到空到底是什么 没错 孙悟空 孙行者 这个悟空的名字 就说得很清楚 空是最重要的 这就说回来我们的主题了 心经 我们上一集跟大家讲过 心经是大臣佛典里面 波也经 这套经的系统的一个总结 心要 波也经 最重要讲的东西 就是要讲空是什么 空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中国人天天都在讲空 对不对 你看我们谁都知道什么叫空 就算你没认真学过佛学 你都知道空 哎呀 我们说不要那么执着嘛 放下吧 什么都是空 什么都是空嘛 对不对 到底空是什么意思呢 他跟这个波也经 所讲的这个波也 又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波也 就像上集我们所讲的 他原来的意思是智慧 project project这个凡文指的是智慧的意思 可是他指的在这里指的不是一般世俗的智慧 不是说你有没有一个开车的技术的那种智慧 不是说你能不能够做节目 有没有一个做节目的智慧 他指的是一种佛法之中的圣身智慧 这样的一种智慧呢 应该怎么样来定位 怎么样来理解 很简单 我们直接一来就来读读 头一句话 你就马上清楚了 读这第一句话呢 这第一句话大家千万不要小看 很简单的一句话 我们要解释这句话 说不定得很花功夫来解释 我们一起从头到尾念一念 请大家特别留意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第一句话 讲的是什么 观至在菩萨 行身般若波罗密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舍利子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使 亦复如是 舍利子 是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不争不减 事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使 无眼耳鼻舌生意 无色身香味处法 无眼见乃至无意事件 无无明亦无无明境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境 无虎 无虎 即灭 道 无智亦无得 以无所得故 菩提萨多 依波罗密多 故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就近涅槃 三世诸佛 依波罗 波罗密多故 得阿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 故知 波罗 波罗密多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能除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说波罗 波罗密多咒 即说咒约 咖啡 咖啡 巴罗咖啡 巴罗 三咖啡 菩提萨哈 刚才我们念的那第一段里面 一开头就出现了一个 我们全中国人都知道 非常熟悉的一个重要角色 就是观自在菩萨 观自在菩萨 我们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意名给他 那就是观世音菩萨 简称观音菩萨 但是玄奘法师呢 就把他译成说观自在菩萨 要是按照原来的梵文 阿亚法罗 吉特萨 是比较接近 这个意思呢 是比较接近观自在菩萨的 所以我觉得观自在菩萨 是个比较好的一个意名 那么可是这部经 一开头放观自在菩萨 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想想看 我们上一集讲新经的时候 跟大家提过 一般的佛经里面 要有一个主成就 就是续分要有主成就 指的就是佛经 这个经是谁说的呢 绝大部分的佛经 都是世尊 释迦牟尼佛 佛陀本人所说 那么有些人看到 这部经 尤其这个简略本的 开头一上来 就观自在菩萨 于是想到 哦 这部经看来 不是佛陀说的 是观自在菩萨讲的 关于这一点 其实有很大争论 有一派学者 或者是法师 他们的解读是认为 不 他其实还是佛陀所说 只不过这部经呢 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 他是从玻耶经里面 其他更大卷幅的 一些经里面 揭露出来的一部分 所以省去了开头 我们如果对照 他原来的出处 你会看得出 其实这个经呢 并不是观自在菩萨讲 而真的是佛陀讲 佛陀对谁讲呢 后面就会出现舍利子 舍利子 就是佛陀十大地子的 智慧第一的地子 是佛陀在跟舍利子讲 讲什么来讲 你看看 观自在菩萨 真了不起 他这个功德 真伟大 真好 然后就要佛陀教 以观自在菩萨 他的功德 来给他的弟子 像舍利子他们 来示范 到底 般若 波罗蜜多 是什么意思 他有什么好处 他有什么妙处 所以一开头 我们就看到了 阿雅巴罗吉泰斯阿弗 观自在菩萨 就出现了 那么 接下来 我们要看看 观自在菩萨 他怎么样呢 下一句讲什么呢 说他行身般若波罗蜜多时 这我们的经文 般若波罗蜜多 就出现在第二句话里面了 什么叫行身呢 就是行 就是行使 运用 实践 我现在观自在菩萨 当他进入了 行使了一个非常深奥的 进入了一个很深的一个状态的 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 就会怎么样呢 就会照见五蕴皆空 然后呢 这五蕴皆空之后 又怎么样呢 就能够度一切苦恶 这就第一句了 到底什么意思 让我们呢 再绕一绕 从度一切苦恶 这句话的最后 这五个字开始讲起 苦恶 苦恶 什么叫苦恶 我们知道佛教呢 喜欢说苦 告诉我们 人生争苦 世间皆苦 当年释迦牟尼 世尊 他本人就是一看透了 生老病死 觉得人生太苦了 于是翻墙离开王宫 那么要去修行去 于是展开了 他的悟道之旅 但是这个所谓的苦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佛家讲的苦 这个意思说起来 要说起来 要复杂 我们整套节目 大概给大家讲 几十集都讲不完 而且我也没这个能力 我就跟大家讲过 我才数学浅 是一个很没出息的一个人 现在呢 就只能很简单的 给大家讲一讲 佛家讲的苦 大体上 我们分三部分来讲 第一部分 比较容易理解 叫做求不得苦 什么叫求不得苦呢 就是你想要一个东西 你要不到 哎呀 真是苦恼 哎呀 我看了人家开那个保时节 真好 我也想要 要不到 但是你别以为 你想这个求不得苦 就是求一种物质上的东西 不一定 它可以是求 哎呀 那个美女 我真想追她 那个小鲜肉 嗯 长得真帅 你要不到 你也很苦 你想考试 成绩好一点 考不到 你想上大学 上个好一点大学 上不到 你想换个工作 换一个好一点的工作 你要不到 我们人生之中 并不是所有的欲望 都能够得到满足 准确地讲 我们大部分的欲望 都不能够得到满足 那么这个时候 你沮丧 你不开心 你总是为他烦恼 这种苦 就叫求不得苦 还有种什么苦呢 第二种苦 爱别离苦 什么叫爱别离苦 这个就好解释了 你跟你很亲爱的人 比如说你的家人 你的父母 你的兄弟 姊妹 你的亲戚 你的朋友 你的同学 你的老婆 你的孩子 你的丈夫 你的孙子 你跟他们如此恩爱 但是如果有一天 大家要天各 一方 家里面 有人要移民 要留学 甚至病重 去世 你会不会很难受 甚至这种爱 还可以包括 你心爱的一个宠物 你心爱的一个东西 要离开你了 再也见不到 你很痛苦 这叫爱别离苦 还有第三种苦 正好相反 就愿真会苦 什么叫愿真会苦 就人世之间 总有很多人 比如说你工作团队 里面的同事 你其实很讨厌他 你根本不想 跟他在一起 没办法 你干活 偏偏天天 就得碰到他 就坐在你隔壁 还得跟你共事 你觉得烦恼的不行了 你一个邻居 怎么看得不顺眼 天天把垃圾 扫到你门口 你这个邻居 每天晚上 就在唱大戏 你听着听着就烦 你骂他 他还回骂你 天天给你捣乱 你没办法 这种你不喜欢的人 反而天天 你要跟他厮守在一起 怨的 真是怨啊 这冤真会啊 就是又恨又怨 但是偏偏要聚会在一起 我们就说这三种苦吧 苦不苦 真的挺苦的 人生中充满了这样的苦 更不要说还有恶 这苦恶的恶指的是什么 就是恶运嘛 人间有很多的意外的灾祸 而这灾祸里面 其实仔细来讲 它不一定都是意外 比如说冰灾 战争 它是意外吗 你如果去了巴黎 遇到恐怖分子袭击 那是个意外 但是仔细看 它是有人故意策动 串联 发动出来的 那是人祸 由人造成的一些的灾难 这都可以叫做恶 人生有这么多的苦恶 怎么办 佛法 是一种 不是一种简单的抽象的哲学 虽然它非常抽象 非常复杂 非常精妙 我们再读下去就知道 它其实对当年的中国人来讲 有那么大的刺激 就是中国过去原有的思想系统 并没有这样的一种 比较细索的精密的一种思维方式 印度人很擅长 你看今天印度人数学跟逻辑 还是很在行 对不对 当年的印度人 就像我们上集讲 也许对历史事实不甚寥寥 但是他们对于数字 对于很精细的东西 特别感兴趣 比如说他们说 一念之间 能够有几十个刹那 他们把所有东西 都能够分解得非常仔细 佛法也是这样 可是我们把世间外物 分解得那么仔细 探究它的起源 探究它的因缘原理 为的是什么 不是为了追求一种 智力上的一种快感 而是为了要解决 人生最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刚才讲的苦啊 要度这一切苦恶 这一切苦恶 怎么样才能够度掉 超脱掉 解决掉呢 就像观自在菩萨一样 他行身般若波罗蜜多 于是在他行身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 他就召见五蕴 原来都是空的 他度了一切苦恶 所以他观自在啊 他自在 自由了 解脱了 所以有人认为 这部经里面 开头所讲的观自在菩萨 他还不一定 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观世音菩萨 菩萨这种等级的 这种等级的大行者 他们是一德立民 所谓一德立民 就是他有什么品德 他有什么散长的东西 那么我们用那个东西来命名他 佛经里面 常常有很多同名同好的菩萨 包括观自在菩萨在内 因此我们可以说 并不是只有观世音菩萨 才在这个经出现 他讲的其实是 也许 只要是到了八地以上的 等级的菩萨 他都能够行身波罗蜜多 都能召见五月清阶空 都能度一切苦恶 那他就是观自在菩萨了 可是讲了半天 我仍然还没给大家解释 玩这第一句话 甚至连精明都没解释完 那是因为 我们要是不了解 什么叫苦恶 为什么要度这一切苦恶 我们就没法讲 什么叫菩萨菩萨蜜多 且留个悬念 下集真的要跟大家讲讲 菩萨菩萨蜜多 怎么样行 又如何的行身 行身之时 又如何能够召见五蕴皆空 五蕴是什么 空是什么